好 来到Secure Shell的最后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是伺服器调教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跟安全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同学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并不会调整 Secure Shell Server 那Secure Shell Server 或是Secure Shell Demon 它的主设定档 等一下你会看到 在ETC SSH目录里面的 SSHD底线Config 这个档案上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它会不安全 它不是已经叫做Secure安全吗 我们回来看这个图 Secure Shell Demon 它的主设定档在这里 它开放的是TCP22的连线 所谓号称的Secure Shell 是 两人在传送资料的过程中是加密的 可是如果有第三人在这中间窃听中间的讯息 他是看到加密的讯息 无法破解 可是问题是 Secure Shell 并没有针对你的外来的来访者进行过滤 你可以做的事是利用防火墙在这前面阻挡它 那防火墙阻挡它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样的过程去过滤外来的来访者 可是有时候你并不确定外来的来访者会从什么地方 什么来源的IP位置来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把防火墙开着 那如果防火墙开着 也就是这中间这上面没有任何的拦阻也没有过滤的能力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确认外面的人可以进来或不可以进来呢 再来 任何的UNIX的系统 包含你的Android 还有你的iPad 或是iPhone使用的iOS 他们的预设使用者都有一个固定的设定 也就是所谓的root user root用户的重点在于 它可以掌控它的权限非常的大 它可以掌控整个系统上所有的权利 换句话说 root用户就成为了外面的入侵者 进入你电脑时的最重要的一个凭借 为什么 它不用拆使用者名称 因为使用者名称永远都固定叫做root 相对的 它要拆的只有你的密码 所以你的密码的设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可是你的管理人密码也许被你设得又臭又长 但是你没有办法在这边阻止人家猜到你的密码 如果人家真的把你的密码给猜到 它一样可以取得你整个系统的所有的权限 除了密码的保护之外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限定某些人或是某些对象 才能够进来 其中最有保障的一种做法 就是第一种进行精钥 去禁止密码验证 禁止密码验证的好处在哪里 好处就在它可以让管理员之前有跟你换过精钥的人进来 而且还保有管理员可以登入的可能 除非你真的要禁止管理员直接进来 你可以把这个设定做上来 可是你的root就再也进不了 没有办法从外面进来 它不一定方便 除非你有决心 你所有的人进来都要用精钥验证 然后root不能够直接进入 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所以我们等一下先做一次最安全的做法 可是问题是 如果为了方便 为了贪方便 可能最安全的做法 并不是最方便的做法 你想要兼具方便 又能够有所安全 第一个步骤应该是禁止伺服器用密码验证 那如果有密码验证的需求 就怎么打密码也不会进来 这个主要的做法 让外界没有跟你交换过精钥的人 他的登入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先做这个 然后我再把禁止管理员账号 直接登入的功能关掉 也就是让管理员无法直接进来 当管理员无法直接进来的好处不就是 管理员就没有办法 外面的人就不能用root账号破解你的系统 这是这两点 所以我回过头来 先看第一个部分 站在伺服器上 伺服器的设定档在 ETC SecureShell 它的主设定档是这里 叫做 SecureShell D底线Config 我拉到最前面 你看到这个软体是一个BSD的 那它的上次修改日期是这样 然后呢 预设的port是22 它可以支援IPv4跟IPv6 这边写了any 所有的设定 如果摆成有个警号在前面 它就是用预设值 那这边写address family都是any 那就表示IPv4跟V6的连线都支援 Listen address 如果你在IPv4的网路上 你的网卡有指定的IPv4的IP位置 你只想让你的SecureShell 在某个IP上面执行 可以在这边把IP写上 下面是整对你的IPv6的设定 再来 IP SecureShell连线时的协定 有第一版协定跟第二版协定 在过去Protocol这个地方 会写2跟1 原因是当客户端不支援第二版协定时 就往下放低标准变成第一版 但现在未来安全 已经把协定2视为必要 太旧的客户端会被拒绝 第一版 也就是那种只支援第一版 比较不安全的加密过程的客户端 就会被拒绝 第三 host key host key这边指的是你的主机金钥 你看针对第一版连线 需要特别准备一个host key 针对第二版连线host key就由 这是主机的私密金钥 私密金钥挡在ETC SecureShell 里面的SecureShell host rsa key 跟dsa key 也就是你的伺服器可以支援两种 rsa加密法跟dsa加密法的非对称加密 这是你的第一版协定的主机金钥的周期 也就是所谓life cycle 它的一个小时换一次 那不用管它 这是第一版协定上面的一些设定 这里特别要跟你提到syslong facility 也就是你的使用者登入登出的过程里 有任何历史记录 如果有人登入失败 它会登记在哪里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ETC VARlog 在VARlog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档案 叫做secure VARlog secure secure里面的内容 就直接告诉你 刚刚之前 曾经登入失败的情形 包含了secureShell demon启动的状况 还有有没有人登入失败 root 使用者 然后 这是使用者登入验证的过程 所以如果有人失败 往下拉拉到最后 receipt disconnect 从254结束连线 或是使用者 它的连线阶段的关闭 爱丽丝登入 acept public key 看到没 这是刚刚我们用公开金钥 进入爱丽丝的一个连线记录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254 这台实体机 它的协定是secureShell 2 很清楚 来自于254的34722port 呼叫secureShell 22port 它的连线阶段开启或是关闭 Session open 表示连线启动 Session close 表示连线关闭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使用者登入登出都清清楚楚 这边有失败的密码 Fail password for Alice 爱丽丝密码失败 每一个动作都清楚的登记 在这个secureShell 上 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它的档案 在var log 所有使用者验证的失败跟成功 都清楚的登记在这里 好 再来 这是log的部分 使用者验证 login grace time 使用者登入时 给你预先的时间是2分钟 因为他体谅你是从网路上连线过来 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反应 所以他给你2分钟的连线的时间 如果2分钟都没有成功 他就把你踢走 这一条设定叫做 permit root login 它的重点就在 如果你不允许root直接登入 请你写为no 好 再来 最多从4次数6次 最多同时一个IP登入的最多次数是10个 然后呢 这一条叫做RSA Authentication 是否支援金钥验证 就看它 它的预设是要支援金钥验证 这是公开金钥验证法 验证的时候 验证档在这里 它这边就写的很清楚 是使用者加目录里面的.ssh目录里面的 authorized keys目录 然后呢 下面这里 这几件事就非常重要了 刚刚我们看到 我们允许root直接进来 你不要就写成no 可是如果你为了方便 你要做的事情叫做 把密码验证就在这里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设为no 设成no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密码就不能验证了 所以没有经过金钥验证的人 就会登入失败 改完以后 service secure shell d restart 重开 好 重开伺服器之后 外面的人 要进入一个 之前没有交换过金钥的账号 比如说 学生 student 他拒绝 他直接 permission denied 公开金钥 他只允许公开金钥验证 偏偏 instructor root账号 没有跟student交换过公开金钥 所以我换 爱丽丝 他就会进去 因为爱丽丝有进过公开金钥验证 这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差别 进student 直接被拒绝 这就是你要做的事 8 密码验证 整个关掉 密码验证关掉 外面大部分的攻击 通通都会失效 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换金钥 所以呢 他们攻击绝对不会成功 但是我们讲的是指 以那种密码攻击为主的那种攻击 然后呢 我们接着谈到这件事 最后一件事 我们刚刚看到 如何禁止管理员账号直接登入 禁止密码验证 两个都讲到了 最后一支更换金钥 伺服器的金钥 在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是很有可能会需要更换的 你所谓的更换金钥 就是更换眼前这些 secure shell,host,dsa key,host key,rsa key 更换金钥简单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 你直接把这些host key杀掉 只剩下这三个档案 请切记这三个不要杀掉 你只要杀掉这些档案就行 所以我用rm删除 加个ssh底线host 然后加个信号 所有金钥档被我杀光 杀光了 目前没有金钥档 你要换金钥很简单 把伺服器重开就可以了 你看在重开的时候 它自动的重新产生所有的金钥 所有金钥就回来了 设定档内容都已经对好了 所以现在如果我再连线 连到爱丽丝 它会出一个状况 你看我还是可以进到爱丽丝 但是主机金钥换掉了 这就是它的困扰 因为主机金钥换掉了 我就要回来回去到我的加募录 改变 我的nonehost 把250号的金钥在这边 杀掉 把之前旧的杀掉 再连一次 这个时候 它还有我还没杀到 先退出 找250号 0.250 把250杀掉 再连一次 就没有了 这是更换金钥的问题 我们接着看后面新的内容 如果您可以进行 这是更换金钥 是更换金钥